讓人一眼難忘的普魯士蘭 不只是在藝術 還有時尚領域施展魅力 更成為新一代電池的重要原料 準備在能源儲存市場 煞出邪路 這間位在加州的新創公司 就是利用圖魯士蘭的類似物質 來製作納離子電池 納電池聽起來很陌生 但其實它跟鋰電池是好姐妹 兩個在元素表當中 當鄰居的化學元素特性 其實很相似 只是納電池在最開始研發時 在能量密度 電池壽命 還有放電速度等方面 都比不過鋰電池 因此一度乏人問津 但納電池的優點 卻在40年後備受矚目 不需要利用珍貴金屬當作原料 成本低 材料方便取得 就成為納電池最大的優勢 在利用科技技術優化之後 就能成為除了鋰電池之外 另一種儲能選項 那電池相對於鋰電池更加穩定 耐熱 耐寒性表現都比較好 能解決鋰電池最引發爭議的安全性問題 既然能量密度還有鐵圓 以及鋰電池是納電池的弱點 不見得適用在需要長時間行駛的電動車 但可以應用在包括資料庫備用電源的儲能電池 或是像電動腳踏車等等電力消耗比較小的交通工具上 新創公司也看上 猶如雨後春筍的充電裝市場 認為未來對於儲能電池的需求量增加 那電池也將有望擴大市場 低成本加上安全性兩大優勢 也引起新能源電池龍頭寧德時代的關注 今年就可以投入大規模製造 預計將應用在小型短程的車款 要透過電池成本來降低電動車的售價 預估10年後 全球鋰電池的市場將達到110億美元 庞大的需求量就有望靠納電池來填補 而且利用鋰電池工廠的技術以及設備 就能製造納電池 擁有全球最多鋰電池工廠的中國大陸 將繼續稱霸納電池的製造領域 大搶再生能源的儲電市場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